字幕 dictum beno 字幕扬 字幕扬 大家好, 欢迎收看Mutrophy 今天我们要比较的电影是 《斗朔回箭 零》和《怪兽与邓不利多的秘密》 可能你会很好奇, 为何会好带来讲动漫? 绝对不是因为我发现了 说电影是有极限的 就算说 Marvel 都未必有人看 更何况是说港产片 所以我决定了 我不仅是说电影了 Zozo 不过理论上 今次所说的咒术回战是剧场版 所以都可以叫做电影 循例说一句 这个系列是它比较两套题材接近的作品 看看在相同的角度下 哪一边会做得比较好 以下的内容就纯属个人看法 所以这两套电影的比较 必然不公平不公正 但公开的 接下来 我会用两个角度 去比较这两套作品 第一是主角表现 第二是反派的表现 不过为了平时没看开动漫的观众 都可以明白之后我所说的内容 所以我都会循例简介一下 《咒术回战 零》的内容 今次的剧场版 是动画第一季的前转 你可以理解为 电影的定位是与怪兽系列相同 目的就是为了补完静转之前所发生的事 扩充这个世界观之外 更加透过前转的角色 去带出两大势力的角力 就好像透过尼特这个角色 去带出哈利波特出生之前 丹布利多和格林达华德两个势力之间的拉扯 这个也是我之所以比较这两套作品的原因 他们两套作品实在有太多相似的地方 在《咒术回战 零》里面 主角月骨因为被突咳咒零 李香附身 在被同学欺凌时 无意间导致对方受到重伤 被咒术界判了死亡 而李香生前 是月骨的女朋友 在六年前过了身 但死了之后就成为了怨灵 附身在月骨的身上 而在最强咒术师邓北 五条五的帮助下 被转学到 东京咒术高等专门学校 去就读一连级 去找出解除自己身上助奏的方法 他在那里 认识了同级同学 真希、狗卷和红猫 与此同时 夏佑杰 也就是五条五的学生时期的智友 向咒术界宣战 并宣布 在12月24日 发动白鬼夜行 在东京的新宿和京都 放出几千只咒零去大肆破坏 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一个 宅得咒术师的世界 究竟最后葛林 啊不是 夏佑杰 会不会成功呢 那就要入场才知道了 由于接下来的内容一定会剧透 所以看完这两套电影之后 先回来看这条片 好 我们现在正式开始 由一开始 内向的月骨因被欺凌 而触发利箱的反击 导致有人因为自己而受伤 他对此感到非常内疚 还打算一了八了 但之后 他在奏述学校学习时 在同伴的陪伴和指导下 逐渐变得开朗 还下定决心要解除自己的助走 最后见到夏佑杰 伤害自己的同伴之后 为了保护他们 去发挥真正的实力 去全力击败夏佑杰 你可以看得出 角色的心路历程 和角色 怎样去紧购电影的主题 至于怪兽系列 主角Nude 由第一集开始 你就可以见到 他由一个热爱动物 内向的人 变成第三集 一个热爱动物 但没那么内向的人 这个角色 经历了三集之后 仍然没有太大的转变 在每一集 都充当着这个 控制怪兽的工具人角色 所以理论上 他只是一个 触发怪兽支善剧情的NPC 一旦他身边没了怪兽 他就立即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废财 加上对推动剧情 也没有太大的帮助 改变不了 邓不利多 和过林达瓦德之间的恩怨之余 也没有在过程发挥到关键的作用 这个也是怪兽被救病的原因 想看怪兽的人 就要被迫看错综复杂的剧情 两大势力之间的拉扯 而想了解两人之间关系的人 就要被迫看一堆怪兽 结果电影两头不到案 两边都不讨好 两个主题 没有透过Newt这个角色 去好好地融入在一起 就算勉强加怪兽 这两个字是电影标题也没用 因为很明显 怪兽在这部电影 只有一位陪衬 而Newt这个怪兽的达人 只有一位可有可无的存在 相反 在《奏述回战灵》里 夏佑杰 是需要杀了月骨 他得到特级奏力 地香 去对付五条五 就是这样 月骨这个角色 就对剧情中两大势力之间的拉扯 起到重要作用 不像Newt那样 连在海埔 都不是摆在正中间 要排在邓不利多的后面 完全是表现了 什么叫 《妹仔大过主人婆》 不过如果你把邓不利多 当作主角 整件事又很make sense 由此可见 周率回战灵 毫无疑问地 在这方面获胜 因为他只用了一集 就做到怪兽系列 三集都做不到的东西 人物的成长 和剧情关键的作用 都是Newt这个角色 永远都得不到的东西 观众甚至可能 不是很想见到他的出现 反而想看到更多 邓不利多 和《格林达华德》的气氛 《怪兽》系列的主题模糊 最终导致连主角 都变成了工具人 他为和自己 没太大关系的主线剧情服务 实在是非常可惜 夏尤杰和《格林达华德》 两个人都觉得 普通人是低人一等的 天生就有能力的人 绝对有资格去统治这帮人 虽然两者在电影中的动机模糊 但夏尤杰的动机 在漫画是有被交代的 他是经历一连串的事件之后 才对这些非宙术师 产生厌误 但《格林达华德》 过了三集 我们仍然不了解他的动机 究竟他经历了什么 才导致他有这种想法 至于两个人的计划 《格林达华德》 第三集毫无用处 没有任何发挥可言 随时之外 为了光明正大地 成为魔法格的领袖 他捉了一只雷仔 杀了他 然后用魔法 火活他 令他在大会当日 向自己鞠躬 这段这样的剧情 真是智障到一个点 事前 完全令人想象不到 魔法格的领袖 竟然是由一只雷仔 去选择出来的 相反 夏侯杰的计划 虽然简单 但至少剧情合理 他发动白鬼夜行的目的 就是为了调虎离山 当奏術界所有人 和《五条五》 都专注对付那几千只奏灵的时候 自己就潜入高中 杀了月骨 在得到特级奏灵 离香 然后扭转败局 向整个奏術界 造成致命的一击 不过在这个位置 也令人想起 为什么奏術高尊 不像霍格华之一 去做一个防护罩 又或者是拿一个咒语 去不让人移形换影 去防止《夏侯杰》 这些反派自出自入 啊不对 霍格华之 现在都可以让人移形换影 你当我没说过 总括而言 在这方面 《兜率回战灵》同样 都是被整个怪兽系列出色 至少《夏侯杰》 比《格林·戴华德》更加了原则 不会亲手杀死 《兜率界》 《未来寄人才》 也就是月骨的同伴 还有到临死一刻 仍然关心自己同伴的 安危 而在《怪兽》系列里 观众是完全看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例如当初 《邓不利多》 和《格林·戴华德》两个人 怎样由彼此的伤害 到最后因为理念不一 而各有分歧 反派背景 和动机模糊 结果导致这个反派缺乏说服力 以上就是《周述回战灵》 和《怪兽》与《邓不利多》的秘密 之间的比较 如果想看到更多这类型的影片 记得like、subscribe 和share出去 你的支持 绝对是我制作影片的最大动力 这里是Mucho Free 我们下次再见